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3月18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聊一下呢 习近平和拜登两个人视频对话的这件事情 那在北京时间星期五的晚上九点钟 九点零几分开始 两个人呢 这个视频就接通了 就开始对话 到十点五十几分的时候结束 也就是说一小时零五十分钟的时间 是两个人对话一共的时间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前两天的时候 杨洁篪和沙利文两个人面对面的会晤 谈了七个小时啊 七个小时呢 当时呢 我是认为很长了 那我做了一个视频 有的人说呢 哎呀 七个小时啊 其实 去掉那个翻译的时间 也就剩下了一半的时间 两个人真正的说话的时间呢 也就三个半小时 那现在我们就说了 拜登和习近平两个视频 一共是一小时零五十分钟 同样的也得去掉翻译的时间 一半的时间 那剩下来的呢 就是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是他们两个人对话的时间呀 所以这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面 两个人对话 一人一半 也就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说实在的 说不了什么 说不了什么 我是有数的 我这一个节目 如果是 这一半的时间真是说不了什么 其实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对话 现在美国最关注的是什么呀 他们就是想通过吓唬的这种方式 让中国妥协 让中国站在美国的一边 去说服俄罗斯 让他停止这个军事行动 他们就想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那他们的内容呢 着重视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习近平就不一样了 习近平呢 除了会对应他们的那个话题 会给一些回复以外 习近平呢 还比较关注台海问题 亚太的局势 对不对 也会对美国提出来一些要求 也会对美国 进行一些这种 吓阻 是不是 也会的 所以呢 他就会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的内容就是乌克兰这个局势 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台海的局势 那如果再这么一封的话呢 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话题上面 也就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他们是说了些什么呢 我看美国方面的报道呢 就说 他们两个这个对话呀 分歧是非常大的 他们两个所处的这个地区呢 时差是12个小时 正好是地球的两端 那美国的报道就说了 他们两个之间的分歧 比这时差还要大 那中国方面呢 就这个问题 也发表了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呢 比 杨洁篪那个新闻稿能长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这个新闻稿是怎么说的 中国外交部呢 是在2022年3月18日 22点51分 发的这个新闻稿 也就是呢 在他们这个会晤 一结束 马上就发了这个新闻稿 那这个新闻稿的内容呢 是这样的 说 2022年3月18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 习近平指出 我们去年11月首次云会晤以来 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 乌克兰危机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有关事态再次的表明 国家关系不能走向兵戎相见这一步 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该珍惜的财富 作为联合国案例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我们不仅要引领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而且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 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做出贡献 中国外交部的这一段新闻稿 我们能够看出来 习近平就乌克兰这个问题 主要是说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的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发展的是有一个过程的 两个国家的关系有紧张走向兵戎相见 这是一个过程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就是这个结果 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是中美两个大国 有责任 使这个局势 向着和平与安宁的方向来发展 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中国 我长期以来所主张的 和中国所采取的这个态度 就是要劝和呀 不要给 一方来 递刀子 美国应该想一想 这个事情的发展走到这一步 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不能光想说 现在呢 俄罗斯 在向乌克兰 发动这个军事行动 你得想想说 这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你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必须得 考虑双方的这个关切 你不能光考虑一方 那么我们就顺着这个新闻稿 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 如果把这两个观点展开来说的话 对不对 习近平就只是关于乌克兰这个局势 他半个小时可能都不够 半个小时都不够 我估计呢 习近平啊 就这个问题 他说的话呢 一定得超过半个小时 而美国还有什么好说的 美国除了说对中国进行威胁 说你们如果是 给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话 我们就如何如何进行一些威胁 中国肯定有人说你靠制裁是没有用的 我们一定得去劝和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那在中国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很显然 当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正在发生的时候 那习近平和拜登两个人的这个对话还没开始呢 对不对 但是呢 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 主要讨论的内容呢 也还是乌克兰的这个局势的问题 同时呢 美国的记者会上 这两天 所讨论的内容呢 也都是俄罗斯的局势的问题 那美国有很大的一部分内容呢 他们 还在指责中国 那今天在记者会上呢 有记者又问到说 美国的发言人就是说 说俄罗斯现在呢 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 造成了 平民的伤亡 然后呢 就批评中国 没有明确表明立场 对俄罗斯进行抨击 那我看到赵立坚 也花了挺大的一个篇幅 来回应这件事情 首先呢 赵立坚就说 你美国是不是应该回忆一下 你们美国的那些军事行动 你们在1999年3月份的时候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北约 对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持续的轰炸 78天呢 而且呢这个轰炸 根本也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 那个轰炸 造成了至少2500名无故的平民死亡 有一万人受伤 这些受伤的大部分也都是平民 那在过去的20年当中呢 美国还在叙利亚呀 伊拉克呀 阿富汗的索马里呀 等这些地方 发动了数万次的空袭呀 无辜死亡的平民数量 至少得有 两万多 最高估计的数字呢 有可能达到四五万 别的不说 就说这一次 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美国的那个无人机 对不对 还炸死了阿富汗 一家十口 其中包括七个孩子 过后呢 就说是这个情报不准确 可是 你操作无人机的那个人 你明明看到那个无人机的下方 有七个孩子跟那跑来跑去 你为什么 能够把那个炸弹就丢下去 对不对 这不是你美国做的事情吗 战争 谁也不愿意看到 造成平民的伤亡 也更是让人痛心 但是你美国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你那个手指 是不是还指向了自己呢 再又是呢 你美国凭什么来指责中国呀 就说乌克兰的这件事情 你美国做了什么 中国做了什么 中国到现在已经 发了三批的人道主义的 物资了 这些物资就包括食品啊 包括儿童奶粉啊 包括睡袋呀 包括棉被呀 包括防潮垫啊 等等 都是在这种情况下 老百姓 普通民众所需要的 而美国提供的是什么 美国所提供的全都是一些武器设备 你美国提供武器设备是干什么的 武器设备能干什么 是不是 这个态度呢 是很显然的 美国现在要求中国 来拉住这个俄罗斯 这就是拉拼手 这就是美国 拉着中国 我站到他那边 来打群架 你这是来打群架的 你这不是来劝和的 你劝和 你必须得是一个中立的 你既得考虑乌克兰 你还得考虑俄罗斯 你还得考虑长远 你还得考虑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历史经纬 以及将来这个问题 能够得到长远的解决吗 对不对 美国考虑的是什么 再说了 你美国是希望这个战争停下来吗 为什么乌克兰 一要去谈判的时候 你美国或者北约就跳出来了 就让这个乌克兰看到他加入北约还是有可能的呢 为什么 你就给他这些说不要怕他跟他打 为什么呀 然后再说到美国的发言人 还说什么美方正在讨论如何支持乌克兰的难民 现在乌克兰难民已经超过了300万了 那这300多万他们都在哪 他们都在哪 主要是在波兰 其次呢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这个匈牙利 说那英国呀叫的那么欢事 英国一共接手的这个难民呢 不过是几万人而已 而美国呢 到现在为止只有几千人而已 叫唤的那么响 美国什么都不愿意干就是出一张嘴 就连出这个武器都是一样对不对 要求波兰给乌克兰出那个飞机 说你美国这个飞机呢不能提供给乌克兰 这是有情可原因为他乌克兰不会用 他们只会用这种苏式的 那让波兰给他提供波兰说我不敢 那我提供给你你给他吧 美国坚决不同意 对不对 这些欧洲的小国呢 对于美国的这种嘴脸 难道说不明白美国是啥意思吗 把别人推出去 自己躲在后面 难道不明白吗 明白 但是敢怒不敢言吗 敢怒不敢言 今天我还看到两个视频 一个呢就是德国国家电视台二台 他们的记者呀 在北京联系了中国名嘴司马南 司马南现在很有名啊 联系了中国名嘴司马南 要采访这个司马南 他们就是想掩住这司马南 结果没想到 让这个司马南给教训的 他们上来呢就说 说他们德国呀 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团结啊 为什么这么团结呢 就是因为 俄罗斯的这个侵略的恶行 让他们团结到了一起 那这个司马南就说了 那你们德国人啊 我就得给你们讲讲 这事怎么回事了 因为你们德国人完全是被美国给忽悠了 我在此呢想给这个司马南大大的点一个赞 司马南这次接受德国记者的采访 让德国人 我不知道他服不服啊 就是说呢 他起码是 说不出什么来了 他的所有的观点 都被司马南给他 上了一课 首先呢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 这个非正义的战争 司马南给他上了一课 你错了 你错了 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战争呢 是一个正义的战争 是一个自我防卫 防卫也没有过当 完全是一个正当防卫的 一个军事情动 你们德国人错了 然后关于中国的态度 司马南给他讲了 为什么中国人 这一次 能够同情 俄罗斯 除了俄罗斯的这个战争 他是一个正义的战争以外 中国人是感同身受的 因为 都是 受够了美国的 欺凌 你们德国人 也受了美国的欺凌 你们都上了美国的当 你都不知道 美国在这一场战事当中 美国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的第一个达到的陷恶目的 就是成功的分裂了你德国和俄罗斯 你德国被人出卖了 你还帮着人家数钱 你们就傻吧 你们 德国电视台对司马南的这个采访 很多人呢 都很关注 很多人都预判 德国电视台不会把这个采访的内容播出去 他们不会 他们不会让他们的国民听到这些正义的声音 今天我还想说呢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小视频 就是呢 德国的这个记者呢 跑到俄罗斯的街头去采访 也是 拿着乌克兰的那个 说是有平民受伤啊 那个镜头啊 然后就去问俄罗斯街头的一个大妈 问说你看这个镜头 大妈说 啊我看到了怎么了 说这个是平民 这个大妈说啊我看到了怎么了 然后说这是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平民受伤 然后俄罗斯的大妈就说 你知道不知道 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之前的 前八年当中 乌东地区的这些 俄罗斯裔的乌克兰自己的平民 被乌克兰政府 炸伤炸死的 那些事你知道不知道 你怎么不去说那些事呢 把那个德国的记者给他质问的是 哑口无言 哑口无言 正义 也许会迟到 但是 正义 不会缺席 第一 美国 为非作歹的日子 迟早会结束 第二 那一天的到来 指日可待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清醒的认识到 美国的邪恶 会认识到事实 不是美国所忽悠的那样 德国的记者跟司马南说 我们德国从来没有这么团结 我们全国所有的人 请注意啊 他说所有的人 我都不认为德国是所有的人 都想他那么糊涂 我都不认为是这样的 德国有清醒的 德国从议员到政客到民众 媒体都有清醒的 不乏清醒的 中国有一句话叫 邪不压正 当你没有看到正压过邪 你看到的是邪压过正的时候 你也不要失去信心 黑夜过去 必是白天 黑暗过去 必是光明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愿者 杨队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愿者 杨队